2015土豆印象期的第一天圆满结束了 之前很早的时候小编就给大家科普过本届印象期的精彩内容 现在小编还是忍不住要跟大家续道续道 说说昨天印象节上的精彩内容 首先咱看看明星阵容 朴树、谭维维、王婉芝、孔令奇等都现身土豆主舞台 隔半个小时就给大家送上不同的音乐盛宴 不爱尝到的也没事 咱再来看看土豆说话时间 梁文道、陈丹青、蒋方舟等等等等 什么样劲爆的话题咱都有啊 还有还有 明元康正也现身为山元姓黎拍照 宅男们是不是激动坏了呀 光靠小编这么说我看是说不完了 所以我准备就给大家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点 朴树昨晚不是来现唱了吗 这次可不一样 因为人家是带着媳妇一起来的 你在台上唱歌我在台下聆听 赤裸裸的秀恩爱 而且朴树喜放还说了 第二胎已经在准备当中咯 肯定有嘛 因为年纪也慢慢大了嘛 然后也成熟一点 所以顺其自然吧 应该会有 我觉得她的歌我都挺喜欢的 所以也是她的歌迷 我不是她歌迷 不想念어서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咋说的吧 就是我们并没有在说唐嫣 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在说唐嫣 对不对 那么针对这件事情我也非常理解 因为我以前也是个艺人 然后呢 我是会觉得说 可能是回应的方式上面 我们双方有不同的调性 那么如果当时我们团队方面 脑就是觉得说 我们说的有些话有点不太妥当 或者怎么样 可能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了 但是我也回过头想说 唐嫣也是很努力的 我们不否认任何一个艺人的努力 那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任何一个媒体 任何一个粉丝的声音 有顾全娱乐 上海报道 2015土豆印象期的第一天 圆满结束了 之前很早的时候 小编就给大家科普过 本届印象期的精彩内容 现在小编还是忍不住 要跟大家续道续道 说说昨天印象节上的精彩内容 首先咱看看明星阵容 朴树 谭维维 王婉芝 孔令奇等都现身土豆主舞台 隔半个小时就给大家送上不同的音乐盛宴 不爱尝到的也没事 咱再来看看土豆说话时间 杨文道 陈丹青 蒋方舟等等等等 什么样劲爆的话题咱都有啊 还有还有 米元康正也现身为山元信礼拍照 家人们是不是激动坏了呀 光靠小编这么说 我看是说不完了 所以我准备就给大家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点 朴树昨晚不是来现唱了吗 这次可不一样 因为人家是带着媳妇一起来的 你在台上唱歌 我在台下聆听 赤裸裸的秀恩爱 而且朴树媳妇还说了 第二胎已经在准备当中咯 肯定有嘛 因为年纪也慢慢大了嘛 然后也成熟一点 所以顺其自然吧 应该会有 我觉得她的歌我都挺喜欢的 所以也是她的歌迷 我不是她歌迷 我只是说 那这就 much比较有力的 她的歌迷也有 请求他们也会有 带着 level 还有 сами 就算了 太坚强了 我以为你能够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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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能够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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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能够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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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协会的节目中 会长老公说唐燕爱炒作 现在呢唐燕经纪公司 说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件事情 至于后系咋样了 我们听听老公咋说的吧 就是我们并没有再说唐燕 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再说唐燕 对不对 那么针对这件事情我也非常理解 因为我以前也是个艺人 然后呢我是会觉得说 可能是回应的方式上面 我们双方有不同的调性 那么如果当时我们团队方面 就是觉得说我们说的有些话 有点不太妥当或者怎么样 可能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了 但是我也回过头想说 唐燕也是很努力的 我们不否认任何一个艺人的努力 那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任何一个媒体 任何一个粉丝的声音 由顾全娱乐上海报道